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大S的微博上一条更新还在今年2月12日,当天正值春节,大S在微博中助善良的男孩女孩们,新春愉快,健康平安。 消息下发布的照片里不见汪小飞,只有大S和两个孩子以及徐妈妈。 2月12日之后,大S再未发过任何微博。 今年3月22日,汪小飞还在结婚10周年纪念日发布室爱微博,称大S为小女孩。 10周年快乐,再过10年希望你还是愿意。 不过,今年4月11日,网友发现久最后的汪小飞开直播,期间连线一个疑似认识的女主播PK。 汪小飞旁边的朋友直接说出这位PK女主播的真名,叫江某,并称我们在成都喝过,酒你可能忘了。 两人甚至还以哥哥妹妹相称,但该女主播却表示自己不认识汪小飞,全程尴尬。 直播上有不少网民在骂该位女主播,并不断提到大S,汪小飞才把直播关闭。 4月12日,汪小飞在微博致歉,提到隔离太久,可能有点放飞自我,随意开了一下,直播碰到那位女士,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 对此,大S没有任何回应。 这也许就是大S执意离婚的原因,可大S为什么可以如此洒脱地结束字的婚姻呢? 这就要从她的幼时经历说起了。 1994年,徐希元,徐希弟小姐妹一起考入了华岗艺校戏剧专业,成了阿雅,吴佩慈的校友,林志颖,苏建信的师妹。 初入学校大S,就大姐味十足,自我介绍只有两句,大家好,我是徐希元,我妹在那边。 高中时,徐希元以小友名气,出路锋芒,还和男神金城武拍过广告。 大S不仅长得漂亮,做事也干净利落,在班上大S担任风纪干部,是学校里的的风云人物。 于是,雅人拉帮结派和阿雅与吴佩慈,以及另外三位同学组成了华岗七仙女,备受欢迎。 作为大姐大,追大S的人排成长队,其中一个就是陈建州,高大帅气,又会打篮球,养人一谈就是七年,那时的感情还很单纯。 这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但两人分手后还保持着纯洁有益的身份,分手后,陈建州还将自己的女友范伟奇介绍给大S。 毕业后,姐妹俩成立了都比都蛙组合。因为这个名字太土了,唱片公司就将其改为SOS,意思是Sister of Shu徐氏姐妹花。 1993年,17岁的大S和妹妹在公司的力捧下开始迈向乐坛。 1995年,大S带着小S发行了十分钟的恋爱,姐妹情深,正式出道,一炮而红。 19岁的大S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大明星。 但迅速走红的SOS,还没尝到走红滋味,就遇到了麻烦。 他大概没想到,多年后,自己会因为一个男人和大S起争执。 1997年,唱片公司陈国欽因为合约问题,将俩姐妹封杀。 还好综艺教父王伟中伸出援助之手,将SOS改名ASOS。 姐妹俩转战综艺舞台,开始九年的主持生涯。 彼时,安以轩还在读书。 16岁的汪小飞被母亲张兰送到法国留学,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 出入综艺节目,大小S主持,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 娱乐百分百,模仿迈克尔杰克逊、李小龙等人。 半愁耍宝,相爱象杀的独特风格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一度成为台湾娱乐节目的收视冠军。 这一年,大S结束和陈建州七年的恋情。 转头爱上了韩国明星剧俊叶。 大S在一次演唱会上看到了帅气的剧俊叶。 为了追求剧俊叶,大S恶补韩文,并为其闻上了爱的纹身。 仰人暗暗地交往一年,打得火热。 大S经常利用其主持身份,帮助剧俊叶上各种综艺。 大S的高调秀恩爱引发剧俊叶粉丝的不满。 后来在南方经纪公司的压力下等分手。 此后,大S转战演艺圈,没找到运气超好的大S第一部作品就爆红。 2001年,25岁的大S被偶像剧教母柴志平发掘拍摄《流星花园》, 凭借该剧中山菜的角色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该剧创造了多个第一,被称为偶像剧鼻祖。 组合S四倍争相模仿。 同时期,安以轩也刚刚进入娱乐圈,拍了一部《麻辣鲜狮》。 不过,相比大S,安以轩的知名度还是低了些。 2005年,有5亿人看过F4的演出, 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播放《流星花园》。 该剧被引进大陆,才播放6集就以《误导青少年》被禁。 当时每本校园杂志里都有这样的文章。 邂逅一个像花泽泪一样的男孩。 任性,单纯的山菜也迷倒不少少男少女,还开创了暴力女友的先河。 外贸协会毕业的大S,挑男人的标准就是帅。 因为这部剧,大S看上了当时客串《道明寺》表哥的蓝正龙。 甚至为了蓝正龙,大S一改大大咧咧的形象, 把自己变成了温柔端庄的淑女,不接吻戏。 蓝正龙也为了大S开始吃素, 这对恋人一度被称为娱乐圈的模范情侣。 逛街,旅游,吃喝玩乐, 两人一谈就是五年。 大S在内地拍摄《倩女幽魂》, 因为三个月见不到蓝正龙甚至崩溃。 2005年, 在娱乐百分百中小S说道, 讲讲你跟蓝正龙的是好了。 大S却对着镜头回答, 分手了。 电光火石般的恋爱, 婚姻距离他们还很远。 消息一出, 引各方媒体猜疑。 至于分手原因, 有说大S想要结婚, 但蓝正龙并没有结婚打算。 还是这一年, 张雨起成为了新女郎, 开拍《长江七号》, 开始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彼时的张雨起还是为人和善, 言语温柔的美人。 而汪小飞, 以学成归来在翘江南餐饮集团 担任执行董事, 被坊间称为京城四少, 和模特冯镜谈着恋爱。 同年, 大S的美容大王大麦, 书中详细介绍他的美容新的, 成为很多人模仿的对象。 分手后的大S, 一度伤心欲绝, 不过也就两个月。 两个月后, 大S与温柔贴心的周渔民擦出了火花。 2004年, 大S和周渔民再次合作拍摄战神, 突破尺度上演床戏。 周渔民也说, 我和大S都很投入, 在某一刻, 我也会觉得我已经爱上了戏里的女主角。 这次, 一场车祸让他们从朋友升级为恋人。 2005年, 一天凌晨, 周渔民驾着奥迪奥迪RS6, 在高速上发生车祸。 知道消息的大S, 立马就赶到了车祸现场, 并且给了周渔民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一幕, 恰好被媒体拍到, 开始捕风捉影。 虽然当时周渔民有着绯闻女友徐伟伦, 不过看着眼前的大S, 周渔民还是立马与徐伟伦选择了分手。 同年9月, 敢做敢当大S, 大放承认, 是的, 我恋爱了。 但是4年后, 冲着结婚去恋爱的大S又扑空了。 分手原因似曾相识, 据传大S逼婚周渔民。 而周渔民当时正值事业上升期, 公司合约中禁止结婚生子。 发现对方不会是结婚的对象, 不如就停下来。 大S快刀斩乱麻, 与周渔民分了手。 言小S都调侃, 我在家看我姐谈恋爱, 真的好像在看偶像剧。 大S虽然在恋爱方面一直惨遭分手, 但在演艺事业上却闯出了一片天。 从2000年到2010年, 是大S的黄金十年, 偶像剧御用女主角。 2007年, 和罗志祥合拍的《转角遇到爱》, 让她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 2008年, 电影《保持通话》, 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大S的精湛演技让她迎来了事业巅峰。 大S不仅在影视上获得风生水起, 在主持上也齐头并进。 和小S主持《大吃小吃》, 和陈建州主持舞蹈综艺节目《武林大道》, 还和经营主持台湾金曲奖流行类颁奖典礼。 那几年的大S是个超级不简单的励志佳人。 连大S的妈妈都说, 没有大S做不到的事情, 只要她下决心, 都会破釜沉舟去努力。 2010年, 大S主演电视剧《泡沫之下》, 虽然当时被吐槽《眼神无戏》永远都是一个表情。 但2018版出来之后, 网友纷纷感叹大S演得多好。 同时, 《全程热烈》、 《剑与江湖》、 《龙凤电》、 电影上映。 那几年, 大S在演艺圈高速的发展势头几乎无人能敌。 就在大S寻求转型在影视圈奋战的时候, 汪小飞正和张于琪打得火热。 2009年, 一次聚会上在王中磊的介绍下, 张于琪成了汪小飞女友。 汪小飞甚至砸中金筑琪参演《乌尔善》的《刀剑笑》。 那时, 关于张于琪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社会我奇解, 人狠话不多。 凭借《长江七号》、 红了后, 张于琪和周星驰的新辉公司矛盾升级。 此时的张于琪非常希望得到汪小飞的帮助, 但这个想法却遭到汪小飞母亲张岚的反对。 养人的恋情又爽又暴力, 吵得激烈时当众户山耳光。 于是, 性格直爽, 敢爱敢恨, 我行我素的张于琪头也不回地走了。 汪小飞没想到张于琪是一朵带刺的红玫瑰, 远观养眼, 上手会扎人。 多年后, 她在自己的自传, 生于1981中, 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于自己前女友的忍耐。 张于琪和汪小飞分手没几个月, 张于琪就搭上了王安全。 同年, 张于琪就在微博晒出8.688克拉的鸽子弹, 宣布与大琪20岁的导演王安全结婚。 而分手后的汪小飞又和张子怡传出了绯闻。 大S与周云民分手后, 非常希望结婚生子。 他曾说, 四年内若没对象就考虑冷冻卵子。 爱情只有一方付出, 就会越来越累。 终于姐弟恋的大S, 在感情方面沉寂了一段时间, 哪知他一出现就选择了结婚。 2010年, 在好友安以轩的生日会上, 安以轩将自己的好友汪小飞介绍给大S。 网传那时, 安以轩已经暗恋汪小飞五年, 养人保持着暧昧, 但并未公之于众。 一个京城富少, 一个偶像剧女王, 如连续剧般一见钟情。 汪小飞家是好, 能力强, 帅气又多金。 大S稳稳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四次见面, 21天恋爱闪婚。 久经情场的大S说, 我就是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要嫁给她。 显然, 情场高手大S 也非常和汪小飞胃口。 后来, 汪小飞在自传中, 又写道, 大S, 她在现场也不认识别人, 只认识我和安以轩, 安还要招待客人, 她就一直和我聊, 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了, 可能我本身并没太关注实际聊的内容, 只是一直注意她, 一头乌黑的长发, 皮肤特别白, 看起来很文静, 但聊起天来又很健谈, 只是偶尔露出卷容, 看起来好像有点累。 2011年, 汪小飞和大S在三亚举行婚礼, 娱乐圈众读好友前去祝贺, 而媒体却没看到安以轩的身影。 至此, 大S, 安以轩反目的消息在娱乐圈甚嚣尘上。 有人说大S抢了安以轩男友, 有人说安以轩是美人, 而安以轩则说道, 从红娘到仪器到伴娘, 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没有收到邀请当她的伴娘, 我不知道最后, 她到底会是让我站在红娘, 还是伴娘, 还是情敌, 还是哪个位置上。 就在大S和汪小飞走到一起时, 安以轩搭上了韩国男艺人李承炫, 不过两年后, 两人就选择分手, 直到2014年, 安以轩又走进了陈戎恋怀抱。 大S, 安以轩的反目才到此结束。 2017年, 安以轩大婚, 手上10.57克拉的大钻戒 显然比当初大S结婚时的大。 婚后, 安以轩慢慢淡出娱乐圈, 过起了在家相夫轿子的生活。 而大S和汪小飞确实不时上热搜, 婚变, 撒狗粮, 三年后, 大S因参加幸福三重奏, 包瞎论, 被骂上热搜。 而汪小飞竟然当了互妻狂魔, 狂对网友。 2011年, 电影《大舞声》的发布会上, 大S主动宣布将暂别大荧幕一段时间。 43岁, 大S的演员之路停了, 但他也没闲着, 开始了造人计划, 因为太瘦, 无法怀孕。 他开始增肥, 大开婚戒, 变成自己讨厌的胖子。 2012年初, 有传张兰夏最后通牒, 怀不上, 就离婚。 大S开始加速求子之路, 会高僧, 见医生, 拜寺庙。 2013年, 大S终于怀上了女儿小月。 后来在他的书《老娘嫁到》中写道, 身边的朋友热心地介绍很多医生给我们, 我几乎每三个月就看一个新的医生, 北京的也看, 台湾的也看, 甚至到美国去, 也有人介绍当地的医生给我。 据繁中医, 西医, 我全部都看遍了。 毫不夸张, 孙女生了, 但婆婆张兰还是想要个孙子。 经过努力, 结婚五年后, 大S一家人终于盼来了一个男孩。 婆婆张兰更是在朋友圈炫耀。 据说大S生产时, 一度癫痫发作, 出现昏迷, 瞬间缺氧的症状。 大S的每一段恋情都很高调, 不论是打脸般的秀恩爱还是, 不顾一切为汪小菲生孩子, 生活都是她自己的, 冷暖自知。 这几年, 大S和接了综艺节目。 十年前大S万众瞩目, 十年后, 大S是汪小菲的妻子, 养个孩子的妈妈, 可以为了家庭付出奔波。 可是奔波和拼命生子换来的, 只不过是一场空。 如今大S毅然放弃 两人十年的婚姻, 可看见其魄力, 但也希望夫妻两人 能再好好考虑, 最后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 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均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 呼吸收益流。